它足足有十公分厚 趕上去就是一個 完全就是 回到家的感覺 事實上我連我家裡的 枕頭跟棉被我都帶來了 這也要求睡眠品質欸 欸我超難睡的 OK 事情是這樣子啦 我呢從很久以前 就一直想要體驗車速 那麼剛好呢 我們這次受到了魚乾他們邀請 要去露營 所以呢我是想說 不然我就趁這次的機會 把這個一直以來的想法 把它付諸實現吧 那麼呢 因為我們這次的露營活動 我們工作室的夥伴 黃小傑 也有一起來 那麼因為機會非常難得呢 黃小傑這次也出了一台車 所以呢我們就忽然一個興致來啦 我們就來一個 24小時DIY挑戰賽 那顧名思義呢 這個挑戰賽啊 就是我跟黃小傑 要在24小時之內 把各自車子的後座 把它弄平 然後弄得有功能性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2月11號的2點15分 那雖然說是24小時啊 不過我們晚上 這邊操作大型機具 可能就會吵到人 所以中間呢 我們是可以斷掉的 我們就是抓總工作時間24小時 那其實 我們大概也是 48個小時之後就要出門了 所以 所以我們中間其實要休息 也沒有太多時間啦 總之這次的企劃就是 非常的急迫 非常的趕啊 我也不知道 我們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到時候到錄影那邊 就是 哈哈哈哈 搖碎兩天 哈哈哈哈 OK 那麼我們就 24小時改車挑戰賽 START了 好 OK 那麼首先呢 我們先帶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時間塔的後面喔 基本上它是非常大的 所以整個人如果要這樣子 躺進去 是完全夠的 然後腳甚至也不會衝出去 不過呢 這兩個後座啊 很煩啊 就是在那邊凸在這裡啊 所以我們到時候 這邊 給它 弄一個 maybe 箱子 或者是支架之類的 支撐喔 把它撐起來 然後呢 上面喔 就直接一個床板 啪 這樣子鋪上去 但是咧 這樣如果直接一個床板鋪上去的話 會有點不方便 就是後座這兩個位置喔 就不見了 所以呢 這個床板喔 我應該會打算把它分成兩段 就是可以前面跟後面各一段 這麼一來呢 就算平常沒有要車速的時候啊 前面那個木板 也可以收在後面 然後這個椅子也可以拉起來 然後後面這邊 就可以變成一個貨架 然後前面也可以坐人 這樣子應該就相當完美了 本來想說要切一個 就是剛好的大小 然後把它放進去 但是呢 我後來發現根本不用切啦 把這個三六板一張 然後就是要的大小 就是邊邊這邊稍微多了一點 但是這個前後的長度 欸 這個非常完美的耶 這邊 這邊能不能 這樣子能不能關門啊 不是啦欸 坐下 欸 太爽了吧 你要坐完喔 還沒啦 還沒啦 我要看一下這樣子 合不合得起來啦 如果合起來的話 我這邊三六板完全不用切耶 合起來了 舒服 然後呢 我接下來這邊 會打算弄個 木頭這樣子 當作它的 後支撐 然後後面那邊也會用一個木頭 然後中間呢 可能也會 用幾片支撐 然後弄成一個 有點像是隔板那樣子的結構 這樣子的話 我們等它把床板切兩塊的時候呢 後面這個 平常就可以當貨架 然後打開 裡面也有三大空間 我想像起來應該是 很完美的啦 OK 好 那我們就來 試試看吧 我們就把後面這個支撐 這個做完啊 看起來非常的 弓 它就是弓 沒錯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來把 我們的床板 放在那裡看一下吧 綠小 1 可以耶 可以耶 好穩 好穩 可以耶 可以耶 啊 嗚呼 各位 我們花了兩個小時 終於搞定了 最後的這個方案了 因為 我一直在想 我最後要把這一塊 就是那個床板 假設那個床板 我要把最後那一片床板 這樣硬上去 但是我又很擔心 雖然說它這邊已經有個靠了 但是如果 我在上面 動得太激烈的話 它萬一這樣子 滑掉 就這樣這樣滑上去 這樣不行 所以我這邊必須要有一個 把它固定的東西 但是呢 我思考了很久 就是找不到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我本來想說可以這樣子 然後把它這樣子 拆在這邊 但是這樣子有沒有 這邊就會多出一片 腳鐵的這個厚度 雖然是沒差 但是 就感覺就很感覺 不舒服啊 我要 完全平整 所以 我就一直在想方案 然後呢 我又上樓去找了一下 我找到一個東西 叫做那個叫什麼 植母床角 那個東西咧 它是 以前的人 然後用來 固定那個床板 跟床架用的 假設這個是床板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樣子 然後 這邊 它就會有一個 卡扣 可以這樣子 扣上去 我真的網路上發現這個件 然後我就 哎呀 到底哪裡有人買 然後找了很久 就是找不到地方 沒關係 找不到 自己做 這個就是我做出來的 這個凹槽就是嗎 沒錯 嗚嗚嗚 嘿 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首先呢 我們先拿兩個腳鐵 把它固定在木板上 接著呢 就拿出我們這個 可愛的 一字形的這個腳鐵啊 邊邊這裡 這樣子嘛 有沒有 這邊壓緊的時候 這邊就會壓上來 然後把這裡敲一敲 然後呢 只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 嘿 接著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東西 這樣子 一 二 三 完成 OK 沒錯 我們 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嗨 所以呢 我們現在 我們的這個 車速套件 已經完全的 完成了 連這個裝飾的 這些也有的沒有的 都已經加上去了 很不合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的 陽春了吧 哈哈 欸 不要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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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蹲 來 你們看一下啊 我們這個 木頭上面 還加了一個這個 欸 看起來就非常的有這個 波西尼亞風啊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風 然後 打開呢 裡面 欸 裝的東西 然後剛剛我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喔 我這邊應該要做一個 就是可以這樣子架子 不然我這樣 我會這樣子拿東西 有點麻煩啊 這個就是之後可以改 趕上去就是一個 完全就是 回到家的感覺 事實上 我連我家裡的 枕頭跟棉被我都帶來了 欸那你要求睡棉品質欸 欸我超難睡的 正常來說 這種時候應該要用睡袋啦 但是我就想說 我都已經改成這樣子了 我就是要讓自己舒服 沒錯 我也是這樣子 你看你也不太舒服啊 小潔那就是很儀式感 那我嘛 我因為第一次嘛 我就是以一個 舒服便利為主 所以 一些有了沒有的東西 我就沒有加太多 可是我不得不佩服你欸 怎麼樣 因為你出門的時候 後面是全空的 然後我後面 是下面加上面 全滿的 這邊每一台車子都是啊 哈哈哈 這時候我這台車子 我東西通通收進去了之後 上面還可以吵 兩個人跟我回家這樣子 哈哈哈 至於 那一個人 沒有沒有 還在找還在找 然後前面這邊呢 我本來喔 是想要在這邊 再做一個 那種 拉的那個 抽屜 我第一版我就沒有做了 我第一版就只有 做一個床腳這樣清的 然後這邊呢 就是可以 放一些 食材啊 然後一些東西 因為畢竟我們只有 二四個小時 對啊 所以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研究 哇 各位 吃飯吃了一半 開始下大雨了 我好擔心 我那個 有洞的 那個 尾障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呦 看起來怎麼好像 好像沒有毛病啊 最怕的有洞的地方 好像 好像還好耶 欸 然後這邊 這邊的水 應該是不會流到裡面的吧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 沒錯 欸 欸 欸不會呢 哈哈 哈哈 好爛喔 哈哈 OK 各位 轉眼間就來到了第三天 也就是我們準備 拔引起葬回家的早上 那這次算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這樣 自己準備裝備的露營 不過呢 第一次嘛 欸 下次我就會也帶一些 催事用具喔 就加入大家的行列啦 那總體而言呢 我覺得這次的首錄經驗喔 算是 非常不錯的 尤其是我自己製作 這個車速方案啊 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那總而言之呢 這次的改造跟露營經驗喔 可以說是 大成功 Yea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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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